大家好,欢迎来到铲嘴新频道 我是你们的CPO主持人,叫大Officer,铲嘴好 大家要吃什么呢? 不知道 今天要介绍大家可能时常听到的海南家里饭 那这个食物是不是中国海南来的呢? 其实根据我的我解和网上搜查的资料 海南家里饭研制新加坡 在英国殖民统治新加坡的时候 海南人普遍的被英国人和土生花人聘请为厨师 于是海南人的食物融入了英国人和土生花人的味道 就有了现在家喻户晓的海南家里饭 听到了那么漂亮的历史 现在是不是感动到要哭呢? 那今天带大家去的是新加坡已经营业超过70年的海南家乡家里饭 位于新加坡中巴如只有一家没有分行 位置就在著名的中巴如巴沙对面 从地铁站过来需要转大巴士 驾车的话你可以停在对面巴沙楼上 这里星期四休息 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半开始到下午2点多 你要注意的是太早过去的话菜还没完全准备好 太直过去的话菜可能就卖完了 这里的菜摆设在玻璃厨内一目了然 在这里搜选是炸猪扒 手动乌贼 家里毛鸡鱼 包菜 你必须找到位置才排队 排队到你了 老板会问你几个人要吃什么 选了菜就可以回去位置就做了 这次我点了乌贼手动 菜脯炭 包菜 猪扒 还有乳肉 当然还有加力饭 这一趟我的选择少了摩鱼 因为太早过去 但这里的其他食物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 特别一提的是 这里的炸猪扒和乌贼 很好吃 谢谢大家还能看到这里 在此写出一些本人对这次介绍的一些看法和重点 希望你也可以点击订阅subscribe 我会更加努力的提供更好更多的资料评讯 再见